广州这座昔日中国足球的巅峰之城 如今却成为了一场荒诞剧的舞台 在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中 国际足联FRFA以其充满创意的方式 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了 他们在搞砸的领域中的卓越表现 广州队曾是中超的八冠王亚洲足坛的霸主 现如今却堕落至中甲 这本就是中国足球近年来低迷状态的缩影 然而当国际足联介入这一故事时 他们竟然连球队都搞混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FRFA竟然将已经消失的广州城队与广州队弄混 而这却引发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后续事件 问题的起因在于 前广州城队外援吉利尔梅的欠辛诉讼 当FRFA受理这一申诉后 他们本应对广州城队做出相应的处罚 然而 在这个耸人听闻的剧本中 FRFA的执行官员却出人意料地将广州队作为了替罪羊 将禁止引员的处罚 错误地落在了这只本就苦不堪言的球队身上 对于广州队来说 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已经屈居中甲倒数第三 未尝圣计 现如今又被莫须有的罪名所困扰 然而 喜剧还未结束 几天之后 FRFA承认了他们的错误 发函向中国足协和广州队致以道歉 他们无法否认 他们将广州城和广州队搞混了 作为一个世界级组织机构 FRFA的这种低级失误 无疑引发了人们的嘲笑 但是 在更深层次上 这个事件也暴露出中国足球的一些困境 中国足球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 尝试各种政策和改革 但其中的某些方面却显得相当艳遇 例如 陈虚元领导下的中国足协 试图推行中姓名政策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 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混乱 国内的一些媒体和专业记者 也没有对这一政策进行深入理解 结果错误地传播了相关信息 在这场闹剧中 他们丧失了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 严谨和准确性 广州队并不是唯一受害者 广州城队同样成为了这场 错位剧的牺牲品 尽管广州城队上赛季勉强保级 但由于未能通过足协的准入审查 他们在今年年初宣布解散 外员吉利尔梅 尽管向FFA提起诉讼 但想要追回欠心 却注定艰难无比 整个事件的发展 展示了中国足球陷入的困境 中超联赛的水平持续下滑 亚冠赛场上的惨败 国家队甚至被越南队淘汰出世遇赛 一系列负面事件 揭示出中国足球的种种问题 足球人才的流失 以及各种门外汉的操作 将中国足球推向无序的混乱中